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8月12号 今天我会带大家去看一套线房 基本上这套线房,这套大楼 我在我的频道上是没有介绍的 那今天我也带大家去看一看这套大楼 也跟大家分享它三个比较好的地方 还有它三个就不太好的地方 好的,我们现在去看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的呢 就是这一套Eton Residence Eton公寓 可能你在YouTube上你会看到很多这个介绍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套 跟大家介绍这个三个它比较好的地方 和三个它比较糟糕的地方 好的,现在我就在这个Eton Residence前面了 讲到Eton Residence呢,它第一个最好的地方呢 给我来说呢,我认为呢,就是它的地点 这个是没法说的了 第一点呢,它是在吉隆坡市中心这边 前面呢,就是这个装置塔 大家也可以看到,那步行过去上市塔呢 我估计在15分钟内 那如果你是步行到这个Pavilions 也是大概在15分钟左右 就可以步行到了 这个呢,是它 地点上呢,是它第一个优势 那它第二个优势呢,当然它的价格 在这一代呢,因为它是这个99年产权的 它不是永久产权 所以呢,它在价格上呢,也是它 一个很大的优势 至少在这个区里面吧 如果你想知道Eton Residence更多 有哪一些好处,哪一些不太好的地方呢 欢迎加入我的频道 大家可以去探索更多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那其他的大楼,在吉隆坡市中心呢 或者在它周边地区 其他的大楼同样 你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跟大家去分享 好的地方和坏的地方 那至少大家买房的时候呢 会知道,可以自己做出判断 好的,加入我的频道 这个Eton Residence呢 它最大的卖点就是这个泳池 这个泳池呢,它这个景观 那附近呢,以后呢,都是成为一个 网红的一个那种做AB&B 叫短租的地方了 因为这个景呢,在吉隆坡也算是少有的 这个是它最大最大的卖点 然后呢,它的那个 这个不好的地方是哪里呢? 其实也是 这个方向 因为这个景呢,我估计你可以多看五年 五六年,五六年之内呢 这个景应该都还存在的 那五六年之后呢 前面还有一块空地 那块空地呢 可能就会把这个景损坏掉 这个就是Eton Residence 要注意的地方 好,今天呢,这个是 如果你想买Eton Residence 这里呢,会是需要注意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第一要看到呢 就是这个窗口 这里呢,全是全封闭的 能够通风 空气流通的地方 就只有这里小小一小片 这个是唯一能打开的 那你进来之后呢,你会感觉到这个房子呢 空气不流通的就可以把那个小小的开掉 第二点,你要注意的是呢 是这里 这里呢,是个鞋面 然后这里是一个鞋面 不是一个完全正方形的 是一个鞋面 如果你可以 放家具呢 这个鞋面就可能看起来有一点的怪怪的 但是鞋面 好的是 它的鞋面并不是那么的鞋 那第三个 你也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空调 这个呢,你看起来它是中央空调 它会在一个空压机 然后压缩机 compressor 在它的主卧里面 这个空调呢 这个空调呢 它比较慢 它要 可能要半个小时 它会感觉到 开始 你那么热 才开始冷 这个你要去注意 然后,讲到空调呢 就是耗电 那你要知道 整个房子呢 因为它是封闭的 你要开那个窗 你才会空气有点流通 所以呢 变成呢 这个房子的耗电量 估计都会很高 因为你不开空调 你会很闷 所以你一定要开空调 这个就是Etern Residence 你要注意的地方 估计呢 在Etern 住人呢 你的电费应该 都会比其他大楼的来得高一些的 那我们再往前去看 其他的地方 OK 一侧呢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 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他的这个 Sealing High 楼层高度 其实他是很 2米45 2米45 是很低的 几乎已经打破了几乎了 2米45 会打出什么呢 你是不可能可以装 风扇的 那在东南亚 在马来西亚 装这个吊扇 是很简单的 那这个高度呢 2米85 看起来好像很高 2米85 并不标准的 在吉隆坡 几乎95 或者99 以上 都是3米1 作为标准的 3米1到3米5 有一些特高的可能3米5 甚至 一部分楼层 3米75 所以这个2米85 你掉 放那个吊扇 几乎是很危险的事 很容易被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你也要注意 所以呢 整个Ethan Residence 它的好处和坏处呢 不要说坏处了 它的优势 还有它的不怎么好的地方呢 都呈现在这里 那要怎么去选择 那你说过算 今天这个Ethan Residence 三面 三方面 它的好的地方 还有三方面 它不怎么好的地方 就先介绍给大家 那还有其他的呢 你可以加入我的会员 里面呢 会讲得更详细 有哪些地方你可以注意 有哪些地方呢 你要去小心 可以加入我的会员 不管怎么样 加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 点赞 然后呢 有什么问题 可以留言给我 好的 那下回我们到别的大楼 去看看其他大楼的好处和坏处 OK 拜拜 拜拜